2015年,我们设置组在杨泉拜访的一位民间艺术家,据说他可以用面做出精美的面素作品。 走进富海云的作品展览室,一个个精美的面素工艺品令人叹为观止。 如果不是提前知道,很难相信这些作品全是用我们常吃的面做成的。 我都不敢想象这么小,真的是面做的。你说我们用手搓出来的这个可能面屑屑都比这个要大一点的,没想到这个还能做出来这种艺术形象。 这个您做了多长时间? 整整的一天,放到镜底下去做的。就用咱们缝衣服的针,最小号的针,他就用得上。 用针? 嗯,就用针。 真的是,你看这个龙的须,我觉得比我们平时用的线还要细。 山西面素,是一种源于仙秦,成型于汉代的传统手工艺品。 过去只是被简单装饰过的食品,也用于民间祭祀。 近几年,逐渐开始以造型艺术的形式出现。 拿掉这个玻璃罩之后更漂亮了,特别的立体。 而且这个每个仙女的表情,还有她的这种神态,都是很自如,很流动的。 包括你看她的衣饰,特别的漂亮。 如果不告诉我这是面素的话,我会觉得这是像胎瓷一样做出来的这种工艺品。 你自己可以试试,她都很薄,她也会不了。 现在还能动是吗? 还能动它,没事。 它不裂,不碎。 你们看到了吗? 就是,它不是干的那个面的形态,就是它像有一点干燥了,如果你一碰它,它会锻炼。 这个真的是有弹性的。 傅海云的作品《小巧玲珑》多以传统人物历史故事为主。 善于钻研的它,对面素的面料进行革新。 让作出的作品不仅传神,而且能够长久保存,不会干裂腐烂。 甚至可以用毛刷和清水进行除尘保养。 这个就是我做的那个《青明上河图》的人物。 《青明上河图》。 哦,每一个可能也就是两公分的样子吧。 《青明上河图》是傅海云现在正在创作的一个系列微型面租作品。 根据北宗画家张泽端的《青明上河图》进行创作。 原作中,生动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,北宗汴京,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生活状况。 是汴京繁荣的见证。 整幅作品由人物共计814个。 目前,傅海云已经完成了200多个人物的塑造。 他应该是挑着一个竹竿,然后戴着草帽。 这表情看起来现在还是比较悠闲的。 衣衫上的褶皱,包括系的中间这个,系的这个腰带,还有鞋子,全部都恢复得很好。 我觉得最不容易的是这个手,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,他的左手。 还是有手形的,他的手基本上就是这样的。 你看,跟我的手的这个动作差不多。 看看这位大叔,应该还是村中的一位正直人士。 来,我们找找圆形。 就在这儿是吗? 这个,这个白衣服这个。 把它这样反过来,它还是个背身。 您连背身的人的表情都这么注意,是吗? 对。 你瞧瞧。 所以其实画上都没有这么精细的程度,但是您在这个面人儿上反而把它恢复得这么精细。 傅海云说,制作一个这样的面人,用到的面团仅仅只加盖大小。 在塑造上,他需要用细腻的线条表现出衣服的质感,准确描绘出每个人物那一刹那的动态。 他之所以要花大力气制作这个作品,也是希望能借此机会,让更多的人了解面素这项传统手工艺。 看过了这些作品,我们跟随傅海云,来到他在家中的工作室。 没想到傅老师给了我们一份惊喜。 这个是我看了你的好多节目,我就做了一个人像送给你。 这是我是吗? 如果做的是我的话,就先给大家展示一下,虽然现在没有头发。 好像啊,你看。 谢谢,谢谢傅老师。 其实我们俩今天还是第一次见面。 这份意外的惊喜令我们十分期待。 傅海云是土生土长的杨权人,从小跟着奶奶妈妈捏传统面花,渐渐对面素情有独钟。 十多年的苦心钻研,让他的采面素作品风格鲜明,十分传神。 许多慕名而来的人找到他,都希望定做人像面素。 大约两个小时,面素的添焦完成了。 我觉得一定得有一个就是像亮相一样把这个转过来,真的太像了,傅老师真的太像了,特别的好看。 像把我真人缩小成了这样一样。 有很多的细节是会让你吃惊的,比方说这个眼睛,跟我的眼睛一模一样。 再比方说你看,还有我这个嘴边的痴,傅老师也给注意到了。 傅海云创作的记者肖像,行神兼备,套着淳朴、活泼。 现在,他手下诞生的面素,远销法国、日本、新加坡等国家。 就在我们拍摄的时候,恰好赶上傅老师的学生们来上课。 孩子们最大的16岁,最小的只有8岁,每周都会上一次面素课。 看得出来,他们对这项传统记忆都很感兴趣。 一同上课的还有一位成年人,已经学习了两年度的时间。 其实我们今天来到傅老师家里,是没想到能够碰上大家上课的。 你会觉得好像传统手工艺的这种生命利用回来的。 有的时候呢,我们采访过很多的工艺大师, 他们会发愁自己没有徒弟把这个手艺留下去。 但是在这儿,我觉得完全不需要发愁。 我想以后有很多活灵活现的作品将会出现在这些人的手中。